主要的 我们就扑上硬帝的硬帝全部脱过去 关门铁直接起碗车 说它的USB和硬帝都被拿走 如今只有香港病了 减量在其中一个USB发件里面有资料 说关门铁收 围经集团主席深庆经15万 时间点到日空11年12月7日 到台北市实发件 就让警发生的时间10月18日 差不多几天 所以关门裁定书记出 实在没法度相信 国文哲和本案都没关联 所以变成基亚的关键 人压在里面 然后你们就继续拼拼凑凑 现在这是什么时代 这柯文哲写的是 2022年11月1号 小省1500省信金 也可能是下午3点 国文哲的资料下 应用矿控代表什么 有人认为这是代表收 1500万的政策 也有人认为这是 约会保3点金面 让民政党还在发声明说 这种没经过正式的消息 影响社会无论 加法官的心情 请问事实的政策不公开的原则 是不是已经完全破裂了 请台北地监署的说明 这个新闻的真实性 无论是用一句无法正式 来背称所有的职任 柯文哲担任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他相当的自豪表示 自己创了一个这个连政的这个制度 不论是建财团或者是收礼物 都必须要登记 然而这个说法却被正风处给打脸了 因为柯文哲并没有跟威京 小省的任何的这个登记的记录 如果是心中无鬼 为什么不敢公开 他跟威京小省的行程呢 至于我恐慌到底是代表纪念的时间 要是周刊所下的受人的研究 我们都不说清楚 所以劳劳很大的疑点 民視新闻中合不住 关键提林处理MOD的遥控器 在主宣的项目里面 来加一民視新闻台 为您带来尝试试试 最健康的新闻中